怡長 怡長 阿六, 不早了, 坐吧 嬌哥 小蓮 楊先生 坐吧, 阿六 行了, 怡長 我想跟你商量些事 是不是又說有困難找怡長幫你呢? 不要緊, 進房間跟我聊 來, 來 怎麼樣, 阿六 這麼早來, 又有什麼困難搞不好 是呀, 怡長 因為我在壽莊近期 資金方面調動有點不太好 所以我想向怡長你借了一千元 是呀, 說到借錢呢 我不是說不借 但我借給你, 已經累了你 是呀 怡長 別說了 不是說我多口暗沉 其實阿 你百一留下這間壽莊給你 是呀, 在十三行啊 可以過得數一數二的了 但是人家呢, 做得好好的 你自己呢, 越做越縮 搞得搞不好 是呀, 可能我不會做生意啦 你不要不要做 你好吃爛爹 喂喂喂喂喂 哎呀, 你多手多腳 跌爛去一千元 我要不要你賠好 真的 唉 你百爺生時 和我呢 好像兄弟一樣 我又看著你出世 你現在有困難了 我怎會說不幫呢 阿龍, 你要知道 初時年百一闖驗的時候 是相當困難的, 你知道嗎 知道, 我知道 唉, 極嚴 開港都說了嘛 知足者憑亦樂 不知足者數亦憂 還有啊 開港都說了嘛 人都無求就品字谷 你明白嗎 明白嗎 我明白的, 義長 好, 明白就最好了 要讓你來給我借錢 我老實告訴你 借一次就不借兩次 所謂長販難顧 不如這樣吧, 錢就不借了 我贈你兩句金石良言 比較文字還好, 好不好 義長, 行了 我自己想辦法 那也好 我走了 我死給你看, 我死了 碎了, 死不死 死不死 死了 沒得一千塊錢